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到爸爸 妈妈工作人呐 祖父 我就觉得是一种孝顺吧 孝顺吧 对啊 孝顺不能啊 职机提倡这样的一个孝道 孝它本身就是一个孝子 老人家然后子跟它扛起来 那个字是这么意思 其实东方价值这个孝 才是我们整个整个家庭 零纪力的在一起的 他们照顾我们的时候都很辛苦 那我们现在长大了 要不要跟婆婆妈妈说感恩 今天我们要学怎么感到 华人最珍贵的就是孝道 所以我们用课程 用从小就灌输他们 通过这样的一个仪式 或者是喂食洗脚 还是给她按摩 还是凤茶 这样的让她去感受到 其实做出来并不困难 凤茶仪式正式开始 请给父母请90度橘光铃 因为在家他们就 通常都是我要高水给他们喝 所以就是他们第一次风茶 然后而且还是归下来 就觉得很感动 我一口先讲考试 那为什么你要喝茶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是孝顺她的行为 因为她对我们很好 她是那个赚钱给我们吃的 也是给我们家住的 她的心深渴 又是静子 现在本身的派出 好想念 有点儿 又是哪个小的 有点儿 你应该喝茶 你也都给人家 有点儿 你也要喝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